欸真的很好奇這個如果搭配我們的地球驅動器使用起來應該會非常非常可怕 Norso Norso,我是好朋友,我是好朋友,我是好朋友 今天的話又是我們的W補完篇好不好 因為由於W的動畫看到開播啦 今天要補這個東西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貴 而且非常稀有的東西 而且算是所有蓋牙記憶體裡面 未接最高的記憶體 原效一家單獨持有的黃金高階記憶體好吧 雖然說它使用的記憶體跟我們的T1型的蓋牙記憶體不太一樣 也跟一般市售型就是賣給一般民眾的記憶體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都是統稱為蓋牙記憶體 所以基本上都算是同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的話就是在所有蓋牙記憶體裡面最高階最高的一個存在 了解我的觀眾應該都會知道 欸這些東西不收不行啦 雖然說官方有出過一個就是大BOSS單獨的一個版本 可是那個只有一支包含全部的語音看的就是不爽 我就是要每一支都獨立展示 然後並且可以這樣擺起來才帥 我們今天話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原效一家所持有的黃金高等級的記憶體裡面 大概有哪些種類好不好 真的跟我們那種市售版本啊 看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尤其在貼紙的部分啊 這整個金色漆啊 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之爽好不好 哇終於不再是那種塑膽感啊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CORREL W這種典藏包裡面所有附贈的記憶體啊 基本上都是採用CSN規格進行的製作啊 雖然它的內容沒有達到CSN規格 可是呢它的外觀就像是完全達到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滿意 看起來非常非常之爽快啊 第一支記憶體的話就像是我們的恐懼啊 這個話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大家應該很熟悉 所以它這邊的話是寫的恐懼的英文 然後並且這邊的話 又有它一個比較恐怖的一個形象設計啊 就是一個惡魔然後嘴巴張開 哇這次的這貼紙怎麼感覺好像比T2的還讚啊 因為它是黃金高等級記憶體嘛 所以它作為這些黃金的部分啊 就像都有給你一個金色漆的塗裝哦 整個反光看起來就非常非常高級 金屬感非常非常之重啊 等級真的跟之前玩的那個版本完全不一樣耶 除了周圍這個金色之外呢 它另外還有包含一個白色的骨頭的一個設計啊 因為呢他們這次的話叫做博物館嘛 所以呢他們這次的話是採用一個化石做的一個設計好嗎 整體的它這個記憶體的外觀也有呼應他們組織的一個名稱啊 再來就是它的接口部分 它的接口部分是採用金色做的一個設計 有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前面這邊要按鈕 我們下去我們來進行一波 変身 變身方式跟以往不太一樣 差於腰帶的一個部分啊 然後呢我先跟大家講腰帶部分是沒有發售好不好 我是希望官方可以補一個啦 只是它的製造有點困難就是 它的那個腰帶在變身時還會再產生一個球狀的東西 那個感覺在機關的連動上感覺應該沒有辦法克服啊 比較可惜 然後呢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原由 因為呢他們這些記憶體啊 裡面都是有毒素存在的啊 因為加上他們是高階記憶體啊 所以他們直接想出個辦法 利用驅動器的方式去隔絕 直接跟記憶體接觸 並且又可以使用驅動器的方式去駕馭這個記憶體啊 所以呢配合這個記憶體的一個驅動器地球驅動器就誕生了好不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該使用這個記憶體看起來比較奇怪的原因啊 就是它是搭配驅動器進行使用的 然後當然當然也是沒有問題啊 Tito 有沒有這樣子遊玩也是ok的啊 基本上也是有搭配一個記憶體吸入的一個音效好嗎 基本上就是我們大女兒用的一個記憶體好嗎 嗯說實在它變成那隻真是有點醜 因為它的下半身是闊魚嗎 應該是闊魚吧感覺啊 記憶體的名稱我們就請它自己唸啊 因為它是T開頭嘛 所以它這邊的話是採用一個 有點黏稠糊狀的一個T啊 也蠻符了它本身的一個皮套風格啊 然後並且後面的話一樣的數據 因為有它是屬於高等級的記憶體嘛 所以它一樣是採用全金色這個設計啊 哇真的好美喔 稍微施打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讓我插播一下 這一支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大女兒 他的老公 簡單講就是菲利普的姐夫 所使用的一個記憶體啊 這一支也是非常非常之美啊 這一支記憶體它的形象設計 比較偏向就是那種古文明英雄的感覺啊 也蠻符合它的一個設計風格 在劇動裡面使用記憶體的 也不全然是壞人啊 有些人算是滿足自己的私語 也有些人就像這一位一樣 他是為了保護我們的風都 而使用這支記憶體啊 所以這支記憶體也算是我怪人記憶體裡面 最喜歡的兩支記憶體好不好 另一支的話是壞人啊 到時候我們下一篇也跟大家講解一下 真的不得不說 這支的貼紙真的是超美的 我超級喜歡 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切痕啊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非常順眼的啊 然後這支的話有一個 類似那種古代文明的一個N 這支的話就像是小女兒所使用的一個NEO記憶體 講到這位角色真的會讓我想到有緣人忠誠兄妹啊 接著我們菲利普在前期非常喜愛的一個廣播電台的小姐 原來我們菲利普跟她是一家人啊 呃她的這個記憶體 因為她是NEO嘛 她這個圖案讓我看的有點不太了解 就是一個C再加一環的一個設計 但是有一說一 相較於其他人來講 記憶體名稱非常可愛嘛 就是什麼人偶之類的啊 可是呢 基本上要把它不完全破壞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 所以它算是所有記憶體裡面 再生能力啊 生存能力最最最強的記憶體啊 所以千萬不要小管它好嗎 然後呢再換這支 然後呢我要先說一下 它的使用者是他們家的貓 難怪會不會先會說 想要成為有錢人家的貓或是狗啊 你看連他們都可以使用這麼這麼高級的一個黃金記憶體啊 非常蠻誇張 你們以為它用這種記憶體是直接插進去變成嗎 就直接打進去嗎 不是也是用驅動器啊 所以呢貓的身上也是有綁一個驅動器的OK嗎 它這個記憶體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的一個劍齒虎啊 所以它上面的S才有一個兇猛的尖牙這樣的一個設計 再來這一支 應該是大家最期待的啊 風神翼龍記憶體好嗎 這支記憶體最可惜的點是 它在原作中並沒有真正的登場過啊 這個記憶體原本是屬於我們大BOSS專用的一個記憶體啊 只是呢後續的話被我們的Weather的使用者給偷走啊 Weather的使用者再把這個複製進一個使用啊 他應該也知道這個直接打進去身體應該會直接出事啊 所以呢他在把這個做一個複製品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劇中拿出來的那個記憶體 他的那個殼會完全不見 露出內部的一個結構啊 然後你要知道打在一個鸚鵡身上 究竟快要足以毀滅這世界的力量 你就知道這個記憶體有多麼多麼的可怕好不好 上面的話是一個巨大的翼龍的翅膀啊 做的我超級無敵喜歡耶 舊化設計耶 翼龍那個皮的那個線條啊 都有零磨出來啊 上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外插一塊啊 所以呢看出來他應該就是拿原本的一個機體 然後再插一個殼上去 但是呢相較於原本的金色來講啊 他的顏色比較偏向於黃銅色嘛 就那種非常旧非常旧銅色的那種感覺啊 然後再來說這邊他的一個設計圖騰啊 翅膀 然後再一個翼龍頭這樣子啊 除此之外其他部分啊 就算都有做到大量的一個舊化的一個設計啊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整體就是非常髒髒的感覺啊 相較於剛才經驗的那種金色啊 這個就比較舊一些了 他的名稱真的是很長耶 然後我整個就翼龍化了 然後就直接爆開啊 欸真的很好奇 這個如果搭配我們的地球驅動器 使用起來應該會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呢你以為今天就這些記憶體嘛 沒有好不好 畢竟我們的菲利普的媽媽在劇中也是有出現過啊 但是是毀容的狀態啊 又加上這些記憶體的製造 跟他是非常有關係好不好 所以呢他幫自己留了一手啊 就是使用這個記憶體進戰鬥好不好 BOOM就像是屬於一個炸彈的一個記憶體 嗯貼紙真的好漂亮啊 他這個記憶體就像是採用紅色做的設計 但是又帶有一點粉的感覺嘛 我個人覺得啊 我個人覺得 所以呢跟我們A哥那個紅色比較不一樣啊 比較活潑一點比較亮一點的紅 然後他的接口的話就像是銀色的 所以呢這個的話應該是屬於T1型的一個記憶體 並非是T2的 你有發現 他有一個射擊音啊 在劇動裡面啊 W的開發相關東西就像都是由他開發出來的 他也幫自己研究出了一把搭配進一個使用啊 他自己就可以使用這個記憶體搭配我們的 搭配我們這把槍進一個使用好不好 只是他在劇動裡面他的槍的顏色跟我們W所使用的槍顏色是比較不一樣的啊 還是要有區別啊 以上這句話就是我們元孝一家所使用的全部記憶體好不好 全部劇裡面最強幾個記憶體啊 撇除掉難受他們使用的啊 可是有一所以誒 他們這次的這個完整套包真的補得非常之阻 連這隻都補真的讓我非常驚訝好不好 我一直以為這隻可能是不會出的 結果他們真的是有出在裡面 好扯 所以呢我才講W對於官方來講 算是親兒子一般的存在啊 基本上劇動有出現過的記憶體 全部通通都補給你啊 看的非常非常爽 非常滿意好不好 好啦 所以呢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將我們的敵方一家給做完整的補完 當然其實還可以再多放一隻就是C的一隻啊 C的那隻就像是代表我們的菲利普啊 但是畢竟他是在主角那一方啊 所以我就不擺盡了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Command Lighter W 敵方記憶體的一個完整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大家留言分享一下 掰掰